现在也要送你几束花 感谢行政团队在这个期间 对于性贫三法的付出 院长我也是你的这个粉丝啊 国民党立委黄建豪 直询一开头先送一朵玫瑰花 给行政院长陈建仁 还自称是大人歌粉丝 风格有别于其他新科兰尾 炮生隆隆 倒是重返立院的柯志恩 依旧站立满电 他似乎已经从一个 大家最大的亮眼的明星 现在变成沦为打仗 不利的一个最大战犯 没有任何的状况 我想我给他们都有很大的肯定 所以你也包括感谢 所以你觉得舒畏玫瑰 然后呢股票可以涨到2万点 2万点你要看数字背后 到底是什么 那你不喜欢吗 这个数字里面的背后 我喜欢股票涨到2万点 但是你不能因为 这就表示你的你的政绩 陈建仁乔票搬出台库上看2万点 还连追问两次 你不喜欢吗 让柯真直询炮火瞬间减弱 而万见瞩目的 还包括前立委黄昭顺的女儿 新科立委陈金辉 在反诈骗的网站这个素材里面 竟然有民众党科文哲主席 竞选总统时候的所有录音档 几十个档案 我吓一跳 我想这个一定要来好好查 虽然内政部提供给其他部会的 反诈素材 出现科文哲英党 让陈建仁也吓了一大跳 但陈建辉整场质询 和妈妈的呛辣风格相比 明显温和许多 而近期许多蓝营新科立委质询 都被批评不够认真 甚至被网友戏称 立愿无傻 这一回不管是老鸟还是菜鸟 都打安全牌 似乎就怕被拿来大做文章 三连圈郭斯文 因为NC小组才被报道 这些地方已经被你拿过来 ieri询了 marine脑友 请클